重点呢是在这个申闻 申闻刚才也提到的 他是发出离心修四地的观醒 那他挣到的是涅槃果 涅槃我们说什么是涅槃 贪永静 撑永静 吃永静 一切烦恼永静 苦的永静 那烦恼的永静 不再生死轮回 他叫做涅槃 那涅槃他是一个乐 也叫做涅槃乐 那我们如果能够转凡入圣 那就解脱生死轮回之苦 那申闻呢 这边有几个阶位 我们先注意一下 第一个呢 他用三道去说明 就是见到 这个见到呢 就是见到诸法实相 见到真理 见到解脱的真理 见到什么解脱的真理呢 四圣地的真理 佛初转法轮 让吴比丘得到四果呢 就是这个说明四圣地的道理 那见到修到无学到 这是三道 还有四果 出果 俄果 俄果 三果 四果 那 这个出果之前还有相位 就是出果相 俄果之前也有相位 俄果相 三果之前也有相位 三果相 四果之前也有相位 四果相 那这个叫做四双 就像筷子一样 一双出果相 出果 八贝 就是有八类的胜者 那为什么会有相位 有果位呢 就好像我们要进入 市区之前 先进入郊区 我们要进入市区之前 市中心之前 那就会有这个出果相 那比如说 我们要进入台北市区 那先进入它的郊区 要进入北京市 先进入郊区 它道理是一样的 那在四种胜者当中呢 刚才提到了三道 那另外呢 这边也提到说 圣者呢 他有顿根的跟立根的 那顿根跟立根呢 他这边分为随性形跟随法性 那顿根立根 这个见到位 顿根叫随性形 一直到修到位 他叫做什么呢 姓圣节 他这边都有个姓 那吴学道呢 就是实解脱 那见到的立根呢 叫随法性 道的修到位呢 他转名为见智 那吴学道呢 他就做不实解脱 我们只要看这一组 后面呢 他其实跟这一组都是一样的 那随性形呢 他是指声闻 见到的顿根圣者 他为什么叫做顿根呢 那因为他需要从其他人的地方 从老师的地方听闻佛的教法 而生起信仰 从他而闻 生起信仰而修行 那这个是随性形 那第二类呢 立根的叫做随法型 他为什么叫做随法型呢 立根的人 他能够自闻 这个阅读经典 他能够自己擅作抉择 能够如理思维 能够自己呢 如理的修行 所以随性形呢 他比较依靠于他人的听闻佛法 因为他比较顿根 那立根者呢 他能够自阅读经典 自善作抉择等等 他叫做立根的随法型 好 所以见到位有顿立根 修到位也有顿立根 那这是顿根 这是立根 那无学道友 实解脱不实解脱 这个实解脱呢 就是他得到无学位的阿罗汉的时候 他要拜实解脱 拜实解脱是什么意思呢 他要等待好的实解因缘 他要好的老师 他要好的同学 他要好的饮食 医药握具 他才能够得果 那相对于我们现在的修行者也是一样 你如果没有给他好的老师 你如果没有给他好的道友 你没有给他好的饮食 卧具 医药 他不能修行 他修不下去 那这个是顿根还是立根 这是顿根 那有一类立根的人呢 他不带实解因缘 没有好的老师 没有好的同学 没有好的饮食医药握具 他一样可以得到解脱 那这是属于立根的 所以建道的顿根随性行 立根随法性 修道顿根性圣节 立根建制 那无学道的顿根是代实解脱 顿根是不实解脱 那在修道位 修道位呢 这边提到了有这两类圣者 那修道位还有一个叫做生正 那生正呢 他是正德 在佛法当中有一个定叫生正八解脱 那他正德什么呢 正德灭尽定 所以这个生正呢 在修道位 他是三国正德灭尽定的圣者呢 把他叫做生正 正德灭尽定 正德八解脱 那在佛法的古特且罗的根性 我们要把它分辨清楚 比如说凡夫六凡 这六种根性 圣者四种根性 在佛典当中 分别根性的差别是很重要 不同的根性 他修不同的法 他得到不同的这个果报 那在于解释帝论里面 有把普特且罗分成二十八种根性 他分得非常细 如果大家有兴趣呢 可以去参考 于解释帝论的生文帝 那这里提到了 这两类顿根跟利根 那接下来呢 他会提到修制 修制就是说 我们要智慧断烦恼 然后得到这个圣果 出果 恶果 三果 四果 你要有智慧 断相当的烦恼 相对应的烦恼 得到相对应的 四双八倍的 这个圣果 好 所以呢 他这边 前面有几组 这几组内容 就是等一下就是要对照 四果 四相的圣者 好 那在 我们断烦恼 得到圣果的过程当中 他有两个项目 一个是断 好 那断呢 用什么 断呢 用字 好 所以这边字呢 他这边有讲到八人八字 那这边有七字叫他心字 这边有八字叫静字 无神字 好 那断的烦恼呢 有九十八随勉 见货有八十八 修货有十个随勉 八十一品 好 那 这个声吻呢 刚才提到说三道 配合四双八倍 这边注意一下 这边的三道呢 配合四双八倍呢 我们稍微看一下 这个可能大家比较少配 比较少搭配的了 也就是说 剑道呢 它是四双八倍当中的出果相 那修道呢 修道的范围是从哪里到哪里 出果道 四果相都叫做修道 那无学道呢 它就是阿罗汉的 它是阿罗汉 它是阿罗汉 好 所以 这个三道的搭配呢 也是分三组 这边再加一个阿罗汉 更完整 那接下来我们看四果四相 刚才提到说四果四相 就是四双八倍嘛 我们要得到胜者 那我们看 它第一个阶位 第一个阶位叫做什么呢 出果相 如果我们这边把它 列为八个阶位 出果相是一个 出果呢 二 二果相 三 二果 四 三果相 五 三果 六 四果相 七 四果 八 我们现在所说的呢 是四地正果 四地正果就是说 它是动根的 凡夫呢 转凡入圣的时候 它先正 出果相 第一个 然后再正 出果 然后再二果相 二果 三果相 三果 四果相 四果 这个叫做四地正果 那第二种叫做超越正 超越正就是它 不经过出果相 它直接二果相 正二果 这是一类 第二类呢 它直接 正到三果相 直接正三果 那我们现在所讲的是 四地正的 四地正第一个 当然是正哪一个 出果相 那出果相呢 大家注意一下 它断剑 获得八十八个烦恼 那八十八个烦恼呢 它是断 三界 观草四圣地 然后断三界的烦恼 那因为 我们迷于四地的道理 迷离的烦恼 我们还有迷失的烦恼 我们为什么 不能解脱的关键 在于我们迷于四圣地 迷于苦极灭道 苦极灭道 一个是 轮回生死的因果 一个是 解脱还灭的因果 我们对这两个因果呢 不能如死了之 不能如死了之呢 所以我们迷于苦地 迷于极地 迷于道地 迷于灭地 也就是我们 不知道四圣地的道理 我们认贼作父 我们认什么作父呢 认烦恼 我们认烦恼呢 不断的生起 不断的生起 起获照业 感得无量的苦果 所以我们要 提悟 真理 这个真理呢 就是因果的道理 这因果的道理 就从苦极 轮回生死的因果 灭道 解脱还灭的因果 去如实了之 如实观察 止观的观察 好 所以呢 见到呢 之前的 相位呢 叫做出国相 出国相断 见货 见货是什么呢 就是 迷于 见到的烦恼 障碍我们 见到诸法 实相的烦恼 叫做见货 好 那见货呢 在布派佛教里面 总共有 八十八个 刚才提到说 见货有八十八个 修货有几个 十个 加起来总共几个 九十八个 那不论是在布派佛教 或是大圣佛法 这个 的经典里面 经论里面 随顺于 很多都随顺于 这个九十八 随勉 所以我们这边要稍微 了解一下 他断的烦恼是什么 那 断烦恼的过程当中 他这边有见到十五星 也就是说 你要见到的时候 会经过十五星 那这是有部的一个 修道次第 那这十五星呢 他为什么是十五星呢 因为他观察苦极灭道的道理 如此正知 此是苦 此是极 此是灭 此是道 知苦断极 正面修道 那苦地呢 他观 在观的过程当中 他会断烦恼 比如说 第一星叫做苦法治人 第二星叫苦法治 苦类治人 苦类治 那法治 它是断烦恼的治 断欲界烦恼的治 类治呢 是断上恶界的治 那苦法治人 我们有这个治 这法治是什么呢 知事圣地道理的治 他知苦地 所以他叫苦法治人 这个人呢 他是无间道 无间道 他主要是断烦恼 断烦恼正的解脱 叫做解脱道 那我们先 看他断烦恼 都有一个无间道 一个什么 解脱道 那在断烦恼的时候 即使他有四道 四道断货 第一个叫加行道 第二个叫无间道 第三个叫解脱道 第三个叫圣禁道 什么意思 加行道呢 就是文师修的加行 这个是加行道 你在修五庭新关 四念处关 四帝十六形象关 主要是要断什么呢 断烦恼 那断烦恼之后 你要加行断烦恼 那正断烦恼的时候 比如说你把凡夫的烦恼 断掉的那一刹那叫做什么呢 无间道 你把凡夫六凡的烦恼 断掉的时候 正断的时候叫无间道 就是这一位 那个第一心 只要是忍 都是无间道 正断叫无间道 那你正得出国相 第一个圣者阶位的时候 叫做什么呢 解脱道 你已经解脱凡夫 的烦恼了 进入圣者了 那个叫解脱道 然后如果你 从出国相 进入到出国 出国还要 你要得恶果的时候 你还要怎么样 圣进 那这个叫做什么呢 圣进到 那你要圣进到 你还要再做家行 做什么家行 断恶果烦恼的 闻思修 子官的家行 那如果你的家行 恶果的家行 圆满了 那你就可以在正断 烦恼 那这时候又叫做什么呢 无间道 然后呢 再进入什么呢 解脱道 又得到俄国了 所以在 佛典当中 他有提到 这个 断烦恼的四道 那这边 十六星 他简略的 把无间道 跟解脱道 提出来 那观察四圣地 如实了知四圣地 去向于解脱 所以 佛 在初转法轮的时候 他讲完四圣地 三转法轮 四转 劝转 正转之后 就是说明四圣地 然后呢 这个 让这个吴比丘呢 正得 四个沙门果 那我们因为名以 苦地 吉地 灭地 道地的道理 所以我们一直在 六道当中轮回 现在如实 了知是圣地 那苦地 第一星 苦法治人 无间道 他断十个烦恼 这十个烦恼呢 我们叫做 五历史 跟五顿史 那五历史呢 它是比较猛力的 它是属于 见烦恼 烦恼分两类 一个是见烦恼 属于知见的错误 那第二个呢 叫非见的烦恼 非见的烦恼 叫做五顿史 那这十个烦恼 在三界当中 那它 合起来呢 就是98随勉 那这98随勉呢 在见到当中呢 它有88个 那15星呢 会把这88个断掉 那刚才提到说 苦法治人 苦法治 这是法治 法治呢 断欲界的烦恼 它断十个 那苦类治人 苦类治呢 它这个是断 上二界的烦恼 也就是苦地底下 有三界的烦恼 苦类治呢 它是断上二界的烦恼 因为上二界呢 没有撑的烦恼 所以它这边本来有十个 它这边变九个 那这个所断的烦恼 它这边有标示出来 我们到 声文的修道里面呢 我们也会跟大家做解说 那苦法治人 苦法治 苦类治人 苦类治 断十九 那到 集地的时候 第五星呢 官 集法治人 第六星 集法治 断烦恼 正 然后第七星呢 集类治人 第八星 集类治 好 已经官几个地了 两个地了 接下来官第三地 灭地 我们要如实 知道 解脱还灭的 灭地跟道地 第九星官 灭法治人 断烦恼 断七个 出生边界 这边七个也是 出生界边界 跟借进取界 那 第九星灭法治人 断七 那灭类治人 断六 灭类治 这个是五间道 解脱道 道法治人 断八个 出生界跟边界 第十四星 道法治 第十五星 道类治人 断七个 第十六星 道类治 道类治就是什么呢 出国 十五星 见到是十五星 灌四圣地的十五星 这是出国相 的见到 因为 我们说三道 见到就是 配四双八倍的什么呢 出国相 所以出国相 大家 记两件事情 第一个 他断的烦恼是 八十八十 他是断贱货 那等一下呢 我们就要断修货 断修道的修货 这个是断剑货 那刚才提到说 出国相 要记两件事情 第一个 他断剑货 八十八十 然后他的见到什么呢 十五星 那十五星的 这个八十八个烦恼呢 就是这边的 十七七八 预见 十七七八 这样几个烦恼 三十二嘛 对不对 然后呢 上二戒烦恼 九六六七 九六六七多少 二十八 那二十八 色戒有二十八 无色戒有二十八 三十二加 二十八加二十八 等于多少 等于八十八 八十八烦恼是这样算出来的 那这样的内容呢 这个在我们后面呢 会稍微跟大家解说 那这是要断的烦恼 是总共有这些 那你要断的字呢 我们用字会断烦恼嘛 字是什么呢 八人跟八字 八人是哪里呢 这边有一个八人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八个人 人是 人是什么道 无间道 断烦恼 然后解脱道呢 是八个字 苦法治 苦类治 己法治 己类治 灭法治 灭类治 道法治 道类治 总共几个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八人八字 断烦恼 八人八字 断 刚才提到什么烦恼 见获的八十八个烦恼 那那个智慧 大家注意一下 字呢 分为八字或十字 也可以分成两类 一个叫有肉字 无肉字 有肉字 凡夫呢 可能有两个有肉字 有肉字 第一个呢 世俗字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的世俗字 如果你有修神通 有修他心通 会多加一个他心字 凡夫最多就是这两个字 这两个了 世圣地呢 你如果如实了之 他有苦字 极字 灭字 道字 好 世帝字 就四个了 世帝字要不要几 不用啊 苦极灭道字啊 这样就几个了 刚才两个嘛 你有 你一定会有世俗字嘛 你如果有修他心通 就会有什么 两个 那个他心字 如果没有的话 你就一个字而已 两个加四个有几个了 六个 那世圣地的四个字呢 其实它也是法字跟类字的内容 那因为断烦恼 断欲戒的字叫做什么呢 法字嘛 断色无色戒的烦恼 叫做什么呢 类字 世帝字其实就是法字类字的内容 法字类字的内容 也是什么呢 世圣地的字 所以建道的时候呢 有六个字 就是世帝字再加什么呢 法字跟什么 类字 这样几个字呢 法字类字两个 世帝字四个就六个 再加上凡夫的两个字就几个 八个 然后还有两个嘛 还有两个就是阿罗汉的字 阿罗汉的字 第一个叫做净字 第二个叫无声字 顿根的只有一个净字 利根的再加上无声字 什么意思呢 净字跟无声字 净字就是已知断境烦恼的字 叫净字 知无声 不受厚有的字叫无声字 简单的说是这样子 所以你要得到声闻的解脱 你在建道的时候呢 八人八字 断 建货的几个烦恼 88个烦恼 那如果说你有八人八字 你有无间道解脱道 好 你断了建货 八十八十 开不开心 很开心 好 罚不罚喜 很罚喜 这个才是就近热 我们现在的热呢 都是无常的热 其实我们无热 这边 无热七热 我们是四边的 好 所以呢 观察四圣地是很重要的 大家这边看的可能会有点复杂 不过没有关系 解脱的过程就是这样子 观察的内容就是这一些 那我们当然可能会觉得很生疏 我们不熟悉这些圣道的内容 我们熟悉什么 我们熟悉 财色名食 所以色身相畏处 世俗的我们很熟悉 佛法的我们的 我们很 生疏 所以呢 这个 熟的要转生 生的要转熟 我们熟的熟五欲 熟财色名食 所以 世俗法 要熟能转生 我们要把它生疏掉 那 佛法我们很生疏 生要转熟 好 那 我们进入 见到这是第一个阶位 第二个阶位是什么呢 第二个阶位是 出国 出国呢 我们在 这边 有几个名称 我们说出国 俄国 三国 四国 第二组呢 出国也叫做虚陀还 那这是音译了 出国是虚陀还 俄国叫做什么呢 斯陀汉 三国叫做阿纳汉 四国叫做阿罗汉 这是第二组的名称 第三组的名称 出国叫做 御流国 御流呢 就是已经进入到 圣国了 叫做入流 请问大家入流了没有 我们是不入流 我们不入圣流 我们还在哪里 我们还留在哪里 流转在哪里 我们还流转在六道当中 好 所以第三组的出国叫 御流国 已经入圣流了 那二国叫做什么呢 一来 那三国叫做什么呢 不还或是不来 不还或是不来都可以了 那四国叫吴雪 吴雪就是他我身已尽犯恨以利 所作以 所作以伴不受厚佑 他已经吴雪了 他已经断尽烦恼 如果以声闻来讲 他已经断尽烦恼了 那正入涅槃 好所以 这边总共有三组的名称 这三组名称大家都要记 把它熟记一下 因为有时候经典会用第一组 有时候会用第二组 有时候会用第三组 那我们看第二组的出国呢 出国如果他在三道当中 他是属于 建道修道吴雪道的哪一道 属于修道位 那出国呢 他是已断建货 就是建货呢 建货他已经断了 好这边建货即使 几个烦恼 88个 但是他还没断修货 那这边是因为他次第正嘛 次第断88个嘛 那到了出国的时候呢 他把建货88个已经断尽 但是他还没有断修货 这时候我们就叫做出国 那这里呢 有一组 有两组的烦恼的断除的名称 第一组的名称是阿含经里面 他所说明的 这是阿含经 第二组的内容呢 是布派佛教 他所讲的断烦恼 两个是一样 相近 那阿含经是略说 布派佛教呢 是广说 譬如说 我们说出国断 如果以阿含经来讲 他是断什么呢 断三结 有生见戒见取跟矣 恶果是断什么呢 恶果是薄贪称痴 他是薄欲戒的烦恼 但是像这样的语词 我们就不知道他薄什么嘛 那薄呢 他其实他是断欲戒前六品 欲戒的烦恼有九品 他慢慢薄 但薄 但是他还没有全部欲戒烦恼断掉 所以他叫薄贪称痴 所以为什么说 我们要比对于阿含经的断烦恼 跟比对于布派的断烦恼 两个搭配起来 你就会可以很清楚的知道说 你要断的烦恼有哪些 那阿含经的三果是断什么 五下分解 五下的那个下是 上二戒以下的欲戒 他是算是下戒 就是我们现在所居的 我们现在在居上戒还是下戒 我们居下戒的欲戒 那欲戒呢 他有这个五下分解 下分的烦恼 有生见戒进取疑 这个是哪里 薄果的断三戒 再加上欲戒的 欲滩还有什么呢 成 所以三果 他这边断的烦恼 是叫断五下分解 这边就不一样了 然后阿含经的阿罗汉是断什么 五上分解 五上分解就是涉滩 五涉滩调举慢五敏 这是阿罕经里面提到的 出果断三解 二果薄滩称痴 三果断五下分解 四果断五上分解 烦恼有见获跟修获 就是修到要断的烦恼 那修到要断的烦恼呢 他有十个烦恼 总共八十一品 八十一品的 他的内容 他是怎么算呢 欲戒的烦恼有三品 上中下 上品又分为三品 上上上中上下 所以上中下 这样对比起来就有几品 就有九品 欲戒的烦恼呢 欲戒的烦恼 我们说 欲戒色戒无色戒 三戒有几地 三戒有九地嘛 那九地 每一地的烦恼都有九品 九九就几品 八十一品 那如果以欲戒来说 我们说欲戒呢 他的烦恼 欲戒的烦恼 他有 这是一地嘛 他总共有九地 一地一直到最高的九地 欲戒的烦恼有上品 中品 上中下 上品中品下品 上品中品下品 那上品又分为什么呢 上上上上中上下 好 这边有三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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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欲戒的烦恼有九品 那好 这是修货 总共要断八十一品 那我们来看出国呢 他要出国是断 已断建货 未断修货 修货还没断嘛 那进入到恶果项 恶果项 恶果项呢 他要断的烦恼是 欲戒修货的几品 一品到 五品 好 简单的说呢 欲戒的烦恼 他有九品嘛 好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我们现在欲戒 如果你断了欲戒的五品 那断了五品你就是什么呢 恶果项 你只要断一品 两品 三品 四品 五品 只要断一品 他就是恶果项 那恶果项就要进入什么呢 恶果嘛 但是恶果项跟恶果呢 他还有一个结位叫做家家的胜者 那因为他断了欲戒修货的几品 三品到四品 比如说你断了欲戒修货的三品跟四品 这两个呢 他也给他一个名字叫做家家 那刚才说恶果项是一品到五品 所以家家其实也是什么 也是恶果项 只是说特别再把它别例出来 那为什么别例出来呢 因为他有个三生家家跟二生家家 三生家家呢 就是说你三生之内你就会解脱了 出国呢 他是七生嘛 最久七生而解脱 那这里呢 是三生家家有三生家家跟二生家家 因为一个是断了欲戒修货的三品 一个是断欲戒四品 那三生家家他断的比较少 所以他的那个瘦身呢 比较多 三生家家 断了欲戒修货的前三品 那他可以再分成两种 一个是天家家 一个是人家家 也就是说他在天中剥涅槃 一个他在人中剥涅槃 好 那二生家家呢 是断了欲戒修货的前四品 因为他断的比较多 所以他改生只有二生而已 如果他在天中剥涅槃 他叫天家家 在人中剥涅槃 叫人家家 好 从出国 然后呢 恶果像 然后进入到 恶果 恶果叫斯陀汉 叫伊莱果 他是断了欲戒修货的几品 前六品 好 这边就恶果了嘛 对不对 这边恶果 那我们看三果 三果是断 欲戒的修货 九品全断 好 欲戒的烦恼都断掉了 就不还 不来 好 他也叫不来国 不来哪里 不来欲戒了 好 好 所以 三果呢 是九品全断 然后二果跟三果之间 还有一个三果像 因为要进入三果之前 还有一个三果像嘛 他是瘦身一次 再瘦身一次 这个是瘦身 出果像最多是 出果最多是七次嘛 那家家 可能三次 或怎么样 两次 那越高 瘦身越少 到三果像 他就一次而已 他是断了欲戒的修货几品 七品或八品 所以你看哦 二果像是一品 断了欲戒修货的一品至五品 二果是断了前六品 三果像 断了七品到八品 三果像呢 就把欲戒的修货全 断了 欲戒的烦恼分两类 一个是贱货 一个是修货 贱货在哪里断掉 出果像 修货呢 欲戒的修货呢 在哪里全断 三果 三果全断 那四果断什么呢 因为只有断欲戒的嘛 还有两个戒还没断 上二戒就出禅 二禅 三禅 四禅 空无边处 四无边处 无所有处 非想非非想处嘛 那三果 我们看三果像 四果像啊 因为四果是全部断禁的嘛 对不对 刚才提到说三果是断欲戒嘛 那四果是全部断禁的 那中间的那一段谁断 四果像断 所以四果像断的范围 蛮大的哦 它断哪里呢 四果像来这里 断出禅修获的一瓶 到油顶的八瓶 剩下油顶的最后一瓶没有断 那谁来断呢 阿罗汉断 好 那这个二果像 家家二果三果像一间 三果像 三果四果像 它断的烦恼呢 其实在 据色论里面 它有几个寄送呢 很简要的 有叙述到 那这个我们在后面 也会大概说一下 那这边先简要的 跟大家提一下 所以 据色论它有一个好处就是 它的几个 寄送的关键字 我们就知道说 它断烦恼的内容 比如说家家 家家是断几瓶 欲界修获的三瓶到四瓶 据色论的寄送是 断欲三四瓶 那二果像呢 它是断字五 断字五二像 就是断了欲界的前五瓶 就是二果像 那二果它是什么呢 它说断六一来果 断六 断六一来果 那那个三果像呢 断七或八瓶 一生明一间 它的寄送是这样的 那三果呢 断九不还果 断九是断什么 断九是什么 断一阶九瓶 很好 那四果像呢 它的寄送是什么呢 上界修获中断出定一瓶 断出定一瓶 四游顶 八瓶 它叫做什么呢 阿罗汉象 那第九无间道呢 它叫做金刚御定 它断尽了 见获跟修获 它就叫做尽字 尽得俱尽字 成五血硬果 好 这里呢 我们把这个 四果四相呢 那它断的烦恼呢 我们简单的做一个介绍 那我们大概在 注意几点 注意几点呢 就是说 在声闻当中 它的发心修行 正果 那 它分为 第一个分为三道 它把那个 四双八倍的八个阶位呢 分成三个嘛 叫做什么呢 大家念一遍 见到 修到 还有无学到 那这个三道呢 它断两种烦恼 一个是见获 一个是什么呢 修获 那断见获的是谁呢 出国相 它的字是用什么字 八人 八字 断见获的八十八个烦恼 那它在断 见获的八十八个烦恼 出国相 见到的出国相呢 它总共有几星 十五星 这十五星 它是没有间断 直接跑完十五星 到第十六星的时候 叫做什么呢 出国 出国我们说 它叫做断三结 有生见 借进取 跟乙 那如果说 以不派佛教 它是断 欲戒修获的 一品到八品 一品 出国是 以断见获 为断修获 那进出到俄果相呢 俄果相是断 欲戒修获的 一品到五品 家家呢 是断欲戒修获的 三品到四品 俄果呢 是博贪称痴 在阿罕金 它是博欲戒的烦恼 博欲戒的哪一些烦恼呢 断欲戒修获的 前六品 三果的不还果 它是断欲戒修获的 九品全断 在阿罕金叫做 断五下分解 有生鉴 借进取跟遗 欲滩跟称 四果呢 是断尽三界的 建货跟修获 断尽 建货跟修获 断尽建到 出国相的建货 八十八个烦恼 跟修获的 十个烦恼 这十个烦恼 在三界当中 所以又分为八十一品 全部断完的时候呢 进断三界建货修获 他就得到四果 那在阿罕金里面说 阿罗汉呢 断了五上分解 涉滩五涉滩 吊举 慢无名 那在 我们佛典当中呢 这些内容 会常常看到 有可能你会看到这一组 有可能你会看到这一组 所以最好的方式呢 就是看守 更好的方式呢 就是背守 那你就可以 很方便的去比对 那这个是 我们在讲到了 声闻 那我们说 四圣解脱 六凡四圣 这四圣呢 声闻 圆觉 菩萨跟佛 那圆觉呢 是独觉的意思 独自修行 那我们这边讲到觉呢 佛是自觉 自觉就是他自己创觉 圆起法 他不用依靠别人 他可以自觉 那自觉呢 像圆觉 他也是自觉 但是声闻呢 他就是他觉 就是他听闻他人的 因声的佛法而觉悟 所以 圆觉跟声闻呢 他虽然都是 只有自力解脱 但是一个是自觉 一个是他觉 所以 这个圆觉呢 他可以在无佛的时候 体悟十二因缘 而自力解脱 那这里呢 圆觉呢 他也分成两类 一个叫 灵脚欲独觉 这是立根的 一个是步行独觉 这是顿根的 那独觉呢 他的数量也比较少一点 那在佛的十大地址里面 也有这样独觉的根性 就是加设尊者 那如果说你可以 你可以 这个自力解脱的自觉 又能够觉他 那就是什么的呢 就是菩萨了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讲 菩萨佛陀说法的本怀 佛陀说法的本怀呢 其实他是说 这个菩萨性 那我们前面有提到说 菩萨发心 是发菩提心 修行是修六度四色万恨 正果是正佛果 那因地名菩萨 果地呢 就叫做什么呢 佛 菩萨的修行圆满就是佛 那所以我们 现在也是修菩萨行 修菩萨行的内容 我们从这边看 菩萨呢 的修行的结尾 他有在大致多论里面 有讲到二道五菩提 第一个就是菩萨道 第二个是方便道 菩萨道呢 就是我们要进入圣者 要修行的菩萨的 这个智慧 因为我们有智慧 然后去辅助烦恼 那这个菩萨道呢 我们说 菩萨将入必进空 绝诸细论 菩萨道呢 是绝诸细论 那方便道是什么呢 方便将出必进空 沿土收生 方便道主要是沿土收生 什么是沿土收生 庄严佛土 度化众生 叫沿土收生 那二道 还有我们也会讲到 这个五种菩提 那这五种菩提呢 在大致多论里面 有讲到说 发心菩提 福心菩提 明心菩提 初到菩提 还有就近菩提的 这个五个菩提 那也可以分为 圣义菩提 还有这个世俗菩提 那在菩萨的修行当中呢 我们有一个 在中国佛教呢 很有名的五十二个阶位 那这五十二个阶位呢 第一个是实性 第二个阶位是出阿森奇节的十柱 十行 十会相 这三十个 十地 十个 这样总共几个呢 五十个的 然后等觉 妙觉 加起来就是五十二个阶位 那我们说 菩萨呢 他分为凡夫菩萨 跟圣者菩萨 两大类 那这两大类当中呢 这个 修行的时间呢 分为出阿森奇节 还有 这个二阿森奇节 跟三 第三阿森奇节的 三大阿森奇节 那 出阿森奇节呢 他是什么呢 他是叫做圣解行帝 那就是我们这边 所列的叫 十柱 十行 十回相 那 然后呢 从凡夫菩萨呢 就转圣位 那我们先看第一位 这个 凡夫菩萨这边 他总共有几个阶位呢 四十个嘛 第一个阶位是修实性 那这个实性是修什么呢 是修大圣的菩提心 上求下化的那个菩提心 那菩提心 有怨菩提心 行菩提心 正菩提心 我们要发怨 我们说四弘四愿 众生无边四愿度 烦恼无尽四愿段 法门无量四愿学 佛道无上四愿成 不是只有空发愿 愿菩提心 行菩提心 还要去实践 然后正得 这个正菩提心 那实性呢 是修大圣菩提心 不退于大圣 他不会退 这个利益众生 很辛苦 那我们干脆 自力解脱就好了 小的交通工具 赶快到彼岸 这是什么呢 这是 这个就 退于 到二圣了 好 所以修实性 他是修大圣菩提心 实住呢 纵于空性圣洁的休息 成就 安住在圣意当中 那在实行呢 他纵于观 极空的假名有 他能够以大悲心 去利益众生 那这个 圣洁行帝的 实住实行 实会相呢 这个是属于 资粮位 我们要有这样的一个资粮 然后这边 还有一个四善根 这个是 加行位 那第一阿僧奇解呢 他就是修的内容 就是 这个 实住实行 实会相 实会相 重于空甲 平等的光慧 那第二个阿僧 阿僧奇解呢 我们修的是 十地当中的 初地到 第七地 那 这个 初地到第七地呢 是第二阿僧奇解 所修的 内容 那初地呢 叫极喜地 那他修的是布施 布施偏圣 然后他一大圣心 修五圣 的布施 第二地是 第一构地 第三地是发光地 第四地是 宴会地 第五地是 南圣地 第六地是 现前地 这六地呢 刚好配合修 六度 偏重的 初地 偏重修 补食 二地修 慈戒 三地修 忍辱 四地修 精进 五地修 禅定 六地偏 这个 波勒 那 在初地当中呢 布施圣呢 他是一大圣心 修五圣 供五圣的布施 注意哦 他这边是用 大圣心哦 也就是说 你虽然是修 五圣供法的布施 刚才 譬喻的 你修布施一个苹果 但是他也是用什么心 他是用菩提心哦 那个效能 那个效用 功能 就强大了 不是小鼻子 小眼睛 的 布施而已 他是一大圣心 自立立他 为他的目标 那二地呢 他是十戒圣 他是以 一大圣心 修供五圣的 十善 那 三地呢 是一大圣心 修供五圣的 残 残定 那这边是属于 供五圣的 到了第四地呢 是一大圣心 修大圣的 三十七道平 那五 到第五地呢 他是一大圣心 修三圣的四地 好四地 你看这边又出现了 第六地呢 是一大圣心 修三圣的缘起 在前六地呢 他是 这个偏圣的 去修 六度 我们说六度 四色 六度呢 圆满自佛道 四色圆满 他佛道 在修六度的时候 这边提到说 我们在之前也提到说 修六度的时候 要依什么修六度 依三心 修六度 依六度 圆满三心 三心是什么呢 大悲为上手 菩提心相应 无所得的波勒空会 能够相应 那一三心 修六度 你用大悲心 你用菩提心 你用无所得的波勒空会 去修六度 那无所得 这功德呢 就非常的大 然后呢 第七地呢 远行地 方便 方便圣 愿圣 立圣 至圣 那在这个十地当中 这边有提到说 他有提到 有相有功用 初地到六地 是有相有功用的 第七地是 无相有功用 第八地到第十地呢 是 无相无功用 那 无相呢 我们之前也提到说 我们都是有相修嘛 我们着什么呢 着人相 我相 众生相 受者相 着一切相 那 但是呢 菩萨在修十地的时候呢 他离相 而修 无相 那当然一开始的时候 他是用 他还是有相修的 那但是到最后就进入什么呢 无相 那无相是无实相 无实种相 无 色 身 相 未处 男女相 还有一个身 处 灭相 的无实相 我们着一切相嘛 我们着 这个 色身相 未处 我们着男女相 我们着 身 处 灭相 等等 那 呃 初地到六地 他还是有相修 有所功用的 那到第七地呢 他可以修五相了 但是还是 还是有功 有功用就是他要加功用型啊 比如说你要得到出产 你要加功用型 好久之后再进入出产 那修五相的时候呢 到八地以上 他就五相 无功用 他自然 不用特别的加功用型 那个无相 他就生起了 无相呢 他可以对峙 我们执着于世间的这些有相法 那在大圣法当中呢 这一些的五十二阶位呢 他也配合在维士学里面 他用五位去说明 那这五位是什么呢 资良位 加行位 通达位 资良位呢 就是这里的圣洁行地的 十柱 十行十回相 加行位呢 在这个中间 他还有一个四上根 四上根呢 在哪里呢 如果说以凡夫的这个阶位 他在软定忍四第一法 他叫做四种上根 那四上根位 他叫做什么呢 第二个的加行位 那出地是建道位 出地的建道位 他叫做通达位 五位当中的通达位 然后 这个 第二地以后呢 一直到佛地之前 都叫做休息位 那得到佛地呢 佛地叫做什么呢 佛地叫做就近位 得到佛地叫就近位 那我们刚上完那个八项成道 佛地呢 佛呢 他有二身 还有三身 二身 他有法身 或是色身 或是这边的 法身 报身 跟什么 化身 我们说清净法身 毕如这那佛 圆满报身 如这那佛 千百亿化身 释迦牟尼佛 好 在 圣者的 结位当中 好 我们 好